这里是由杜高斯贝电视团队为您带来的最新一期经济之力 以下是本周二也就11月26日作为重要的数据发布概述 瑞士12月份贸易收支将于早上7点钟公布 由于进口增长超过出口 该国11月份贸易顺差出现收窄 美国11月份房屋价格指数将于下午2点钟公布 该数据过去13个月里都在增长 本次数据仍有望继续走高 2点45分美国1月份服务业PMI初值公布 该数据前期曾出乎市场预期 创下11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点钟会公布备受关注的美国1月费消费者信心指数 在油价下跌和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的背景下 该数据有望比12月份更加乐观 晚上11点30分 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12月份领先指数即将公布 11月份该指数走跌 反转了之前两个月的升值 澳元教育者可能需要密切关注澳洲第四季度CPI数据 这将于零点公布 第三季度年率通胀下跌两个百分点 而政策制定者的回应则是降息 以上为周二的经济日历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